Hello, 你們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尼斯本 我要探望朋友做我的手指甲 這個地區我之前提過叫做Maskervi 我覺得有點像香港的九龍城 尼斯本一區是比較便宜的地方 生意來說是非常不錯的 我朋友開了一個做指甲美甲的店 做了三個月, 生意都不錯 但是你說這個區比較舊 開始有些外套搬過來 但是還是發展轉動的地區 我想你說買樓收租可能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給你看看那個環境 你看到很多這些舊樓 開張了三個月 這條街已經有三、四間做指甲的 但是它的生意都不錯 代表很多人來做指甲的 那些樓魚都大概六七十年代那種 那些樓魚都大概六七十年代那種 那些肉鋪 又賣魚 一個舊式的葡萄牙鎮仔 都幾特別 我的感覺好像九龍城 這區就是在Expo的北邊 如果你來買樓 一定要買得便宜一點 因為它不是Expo 不要被人騙說是Expo 有那個期望 租金回報率不太高 不要買貴樓 這裡全部都是比較舊的樓 或者是在重建的樓 有些學校在那裡 你看到這些類似唐樓的物體 都幾多 我這個區 大家好 我是詩詩 今天我在朋友的美甲店裡 我剛才剛剛說過 它開張了三個月 生意都非常好 在我這條街上 都有三四間做美甲店 為什麼生意這麼好呢 因為我自己本人都有這個經驗 就是離師本收鴿 或者是在葡萄牙收鴿 是很長時間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收鴿 收這麼久 我試過真的坐在那裡 等了三個小時 都收不到那個鴿 我朋友有個概念 就是可以來得很快 你來收鴿 就收得很快 所以很多人都莫名而來 來收鴿 因為如果不用坐到鴿 就是要選骨頭 這是一個好處 所以我朋友最近生意都非常好 我可能大概四五十五分鐘 就可以走人 這是一個好處 我今天帶你到處看看 這些員工中還未來 我早點來收鴿 我就可以走了 剛剛聖誕節了 好多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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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在這裡 這裡做鴿 拍照的地方都很少看到這種東西 即是竹肉的設備 我在那裡短短幾個小時裡面有很多人進來 做不同的生意 例如手甲、腳甲、眼睫毛、眉毛 你想不到的事情都會做 我本人不是那麼貪靈的 但我對這些都覺得挺有趣 因為葡萄牙人就算年紀小 大老少也好他們都是很貪靈的 我在那裡已經見到十數個客人短短幾個小時 最近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問我 如果想做什麼生意 其實這個都不錯 我朋友正在設置一個Franchise 都是不錯的生意頭腦 他會幫你管理你的生意 就是五年的 簡直差不多是Passive 當然如果是那五年之內 你生意上的管理、經理、營運、請人、拒飯 你是要投資下去的 我覺得是不錯的選擇 先說到這裡 再見 這裡是一條大街 我們來到Ming Street 有很多店 廚具、傢俬、衣服 不同的東西都有衣服 我待會就去找地方吃東西 很可惜 在葡萄牙吃飯 什麼都有藥 這些是魷魚 我不會吃的了 但是真的好划算 一碟都5.5歐元 看我家 我身邊好像是香港的廠牆廳 全部都有這些木 做收衣 現在趕著去坐地鐵了 因為地鐵差不多很方便 就在這裡了 剛才我說的那個站 其實是火車站 不像地鐵那麼頻密 我等了大概15分鐘 就上了火車 一個站就來到這裡 這裡就是Orient Station 那是國古大一站 即是可以他們說 那區叫Expo